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欧欣社分享 日本放送协会NHK今天公布民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支持率 较上月调查上升三个百分点 来到49% 不支持率相同为35% NHK在8-10日对全日本18岁以上成年人 用电话抽样方式进行民调 2178名被调查者中受访率为57% 有1248人受访 回答支持安倍内阁的受访者 有46%认为感觉上比其他内阁来得好 19%认为有执行力 16%表示因为安倍内阁是支持政党组成的 不支持意见中 42%受访者认为无法信任安倍内阁的人品 30%认为对提出的政策不抱任何期待 9%只因为安倍内阁不是他们支持政党所组成 对最近日本海测场有北韩飘来的木造船 是否会感到不安 43%受访者表示感到严重不安 38%认为感到某种程度不安 12%没什么感到不安 3%完全没有感到不安 有关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任何家纪学员 受议信明年4月开学 只有20%的受访者认为妥当 32%认为不妥当 38%只不置可否 33%只不止了 35%中文字 highest